這次的屋主呢 他們一家四口很喜歡出國玩住各式各樣的飯店 所以這次在擺設上面呢 也會融入一些他們的紀念品啊 明信片 做出來的氛圍呢 像民宿的感覺 幫他們取的風格名稱就叫做生活旅社 今天是進場施工的第五天 地板已經鋪好了 然後今天我們要來暈染油漆 我幫手已經開始開工了 而且買二送二 我今天的工作就是坐在這裡開他們油漆 客廳區域用暈染油漆打造慵懶舒適的氛圍 地板也從拋光石英磚換成了淺暖色的木紋地板 那這次的改造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他們的空間其實是租屋的 所以希望最後可以以他們好復原的前提下 來改造這一個空間 這一面磁性漆 其實這一面油漆我們有討論過很多方法 因為他們有很多的紀念品磁鐵 其實這一面牆呢 在這個油漆的背後 我們上了好幾道磁性漆 我自己會建議如果大家想要DIY的話呢 你的底部磁性漆至少至少一定要換個三檔 它的磁力才會夠 然後上完磁性漆以後呢 再上你想要的顏色比較輕 但我再一次幫他們挑選的就是底下喔 嗯 有一點點額黃 因為有一點氣色的顏色 比較清新一點的感覺 那如果你想要這一面牆 再更多的一些白板啊 或者是黑板這種可以畫畫的功能的話 你可以最後再買白板漆跟黑板漆 來塗在面漆上面 哈囉 這次很特別喔 有沒有覺得為什麼突然就DECO好了呢 其實這次呢就是想要帶大家來看屋子 他們已經入住了大概一個月的樣子 那為什麼那麼晚才來拍 因為一直有一些家具還沒有到 那就從客廳開始帶大家看 首先呢我覺得就是這一面書櫃 只有跟大家介紹 如果你們跟葉子一樣就是喜歡那種日式的風格 我覺得很適合選無印良品的家具 像這一次就是幫他們選的這組書櫃 然後電視牆旁邊也有一組 跟旁邊的餐邊櫃 都是無印良品的 這一款的特色就是它有很多這種活動式的配件 而且它的配件種類有很多 就是有這種兩格式的抽屜 也有四小格的啊 然後也有開放式的成板啊 你就可以自己去依照你的習慣去搭配 我覺得有點像 IKEA有一個CALYX系列 它也是有很多這種配件 但這一個還有一個優點是 它的配件可以活動 所以如果你日後 就是想要幫你的書櫃 做一點變化的話 你都可以自己再移動 而且無印良品的這個顏色真的很美 深色木頭的 我覺得很有質感 除了剛剛有提到的這種書櫃的配件 無印良品裡也有一些藤籃 就是剛好可以跟書櫃的尺寸是合的 這次在書櫃上面幫他們成列的東西 幾乎都是他們原來就有的東西 像是他們自己有在收集的公仔啊 然後還有很多他們出過玩的紀念品 像是這一格 就是他們自己很喜歡的一角荷蘭的飯店 我覺得超可愛的 你看他們自己拍的照片超美的 像這一個 這個就是那個飯店的外觀就是長這樣子 好想要去玩喔 在荷蘭 然後這個熊熊 他穿的制服 就是飯店服務人員穿的制服耶 好可愛喔 我會覺得好可愛喔 電視旁邊的這一組櫃子呢 跟剛剛是同一個系列的櫃子 然後這一邊我就是把他們放原來他們自己就有的拍立得啊 拍印象片的機器啊 跟這一格呢 就是他們的電動區 有遊戲片啊 跟搖桿等等 欸這個我覺得很聰明耶 就是我買了人掛耳機的掛鉤 掛在這一邊 然後就可以把健身環很整齊的收在這裡 這邊這個相片 有沒有覺得他很眼熟 好像是穿梭區的眼 對就是這裡 這個是屋主他們剛入住進來的時候 有一天就是水手幫女兒拍到的一個超美的意境照 屋主你一直拍耶 對他們很喜歡拍照 所以等一下也會帶你們去看就是他們的照片展示區 這邊呢 我最想要的 就是這個東西 男生們的空氣清淨機 什麼啊 你這樣子會被廣大的網友罵 我們回到剛剛忘記接受的玄關區 這邊這一個壁瓜櫃呢 猜猜它是哪裡的 猜猜猜 沒錯很像嗎 它就是同一哥版材啊 然後這邊我覺得它掛在這裡 就是剛好可以放一些你的鑰匙啊 跟加上現在就是大家可能出門門口都會放口罩 這是原來他們就有的小木盒 他們就放口罩在這裡 這邊呢 我就是放一個Lobby Warehouse的掛布 然後配上一個推車檔在這裡 這個開關箱就變得比較不會那麼明顯了 大家有沒有覺得客廳好像少了一個靈魂角色 雜方 對 因為它還沒有到 請幫我後製 但其實我們原本在討論客廳這個區域呢 就是希望這個空間可以比較有活動性 所以我們沙發也是配比較輕巧的兩人做沙發 然後再配上他們原來就擁有的很舒服的有Gibbo的斬骨頭 地毯的部分呢 因為他們有跟我說小朋友很喜歡跑人跑出來 也很喜歡直接坐在地上玩玩具 所以就是幫他們配了比較有厚度的這種短毛地毯 就是讓他們如果想要直接坐在地上玩玩具的話也可以很舒服 剛剛有提到就是希望客廳的空間是可以方便小朋友跑來跑去活動的 所以我們沒有配一個大大的茶几在客廳而是配了小邊機 然後另外呢我還買了一個這個托盤架 就是如果真的想要在客廳吃一些小點心啊 喝下午茶的話就可以帶著托盤架放在這邊 然後放下女主人收藏的咖啡杯 我覺得很適合在這個空間裡面 來到這面磁信牆呢 這邊就是貼上的屋主他們自己出國玩的照片跟紀念品磁鐵 然後我有幫他們定住一個世界地圖 有沒有看到那邊的Elsa跟Anna 這是他兩個女兒分別喜歡的角色 然後他們原來就有那個公仔 他就請我幫公仔黏上磁鐵錫在這個牆面上 來到餐廳區域呢 原本上面這裡就有一個木格戴造型的天花 其實這個格局原本設計應該是餐桌打橫的在這裡 一個木格戴天花下面 但是因為這裡只有間接照明 然後這次我們希望餐桌可以變大變成六人桌的餐桌 小朋友可以在上面寫功課啊畫畫等等的 所以我們就把餐桌轉一個方向 然後在上面加入一個吊燈 這次餐桌呢是在安迪站挑選的 如果想要買Snoop餐桌 我覺得也可以去他們的網站看看 因為他們蠻多種款式的 然後有一些款式也可以自己選擇木頭的顏色 餐櫻呢一樣是在安迪站幫他們挑了三張單椅 然後對面這裡是幫他們在伊德里挑了一個長凳 長凳這邊呢剛好有一個空的牆面區 就是幫他們掛上了全身鏡 然後讓小朋友可以坐在這邊 然後媽媽幫他們幫忙頭髮 這邊呢就是媽媽們夢寐以求的超段形成邊櫃區 主要呢就是在檯面上放了一些他們的小家店 然後櫃子裡呢就是放一些他們收藏的很漂亮的鍋子啊盤子等等 為了就是把媽媽收藏的很漂亮的鍋子給展示出來 這支餐邊櫃的兩邊呢都是挑這種玻璃門片式的 鍋蓋的把手是一隻魚耶 喔這個喔 跟你一樣耶金魚魚 排面上除了他們的原油小家店以外 我另外買的就是這個木頭的小展示櫃啊 收納罐啊還有這個收納架 就是希望用木質的元素去打造比較日系一點的感覺 這支牆面呢就是盡量可以不要鑽動就沒有把它們鑽動 然後時鐘呢我找到一個frame出的時鐘專用的無痕掛鉤 我覺得很實用推薦給竹竹 這支屋主還有提供給我很多無寬相片 希望我可以找一個地方展示出來 所以我就挑了這一面空牆 去了一個米灰色的油漆在這邊 而且我覺得這樣子其實就是很像在看一個展覽的感覺 大家如果喜歡米灰色這個顏色的話 可以參考Lofi Warehouse的午後靜蜜時光 大家那如果像這麼多照片要怎麼貼才會好看 我覺得一個是你可以看它們的色系 就是同一個色系的盡量擺在一起 像我這邊就是紅色的擺在一起啊 藍色的擺在一起 然後另外就是 我這次在幫它們貼的時候 因為屋主有跟我說 它之後可能也會想要再增加貼更多的畫作 所以我就用了一個小技巧 就是它自己也做得到小技巧 就是每個兩兩畫作呢 它都會有一邊對齊 這樣子貼呢你就會覺得看起來很整齊 可是又不會太單調 接下來來看看主臥室 哇 採光很好耶 剛好現在下午是它們採光最好的時候 主臥室的設計呢跟客廳蠻不一樣的 客廳是為了要配合它們很多自己收藏的小東西啊 所以就會配一些比較鮮豔的顏色 那主臥室這裡呢就是想要保留一個很明亮舒服 很像來到飯店的感覺 主臥室的油漆呢就是在床頭這一面 吸了一個半腰的米色 想要弄有點像是床頭版的感覺 然後大家如果喜歡大地設計的油漆的話 我就可以參考Warehouse的大地之屋跟 配合木之丘我覺得都是很好看的大地設計油漆 床邊櫃呢這次是用這種壁掛櫃鐵 有幫他們配一個小收納盒 就是如果真的有雜物的話可以把它丟到小收納盒裡面 然後這個檯面呢就可以依照屋主他們的習慣 放手機啊跟書本 請劇組的搭配呢就是為了打造飯店感 所以主要就是走白色系 然後有配一些米色的枕頭套跟毯子 打造一點層次感 這為什麼這邊有這麼大一片蓮子啊 這邊是他們的開放式衣櫃 這邊其實算背面帶你們去正面看 這邊呢我們就是用IKEA的頂天立地開放式衣甲 隔出一個更衣室的感覺 我覺得這邊有一個小巧思很厲害耶 它在旁邊這裡配了S掛鉤 然後掛上它的包包 因為這裡剛好有一點點縫隙 開放式的衣架呢就是兩邊都可以取用還蠻方便的 但是屋主他們又擔心就是從床區這樣子看過來 會覺得太多衣服很亂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加了一個蓮子在這邊 讓他們可以從床區看過來也是很乾淨的視覺 這邊呢就是女主人的化妝區 會不會覺得鏡子好像稍微有一點高 其實這次配合女主人她的化妝習慣是站著化妝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鏡子弄得比較適合站著化妝的高度 化妝桌是在後椅好好生活買的 細腳的設計會讓空間看起來比較輕一點 這一邊呢選用白色系的織品 就是為了要打造更有飯店感的感覺 如果你會擔心白色太無聊太簡約的話 其實也可以挑選有這種圖騰造型跟流出造型的設計 這邊呢有一個打造飯店感的秘密武器 就是這組毛巾桿 其實這次屋主跟我說他們很想要很想要的東西 因為覺得擁有了這個好像是真的來到了飯店一樣 我這次呢就是也幫他們買了很多這種白色的毛巾跟浴袍 他們翻譯浴袍翻譯應該是有真的在用的意思吧 打造飯店感的第二個秘密武器就是那邊的咖啡休憩區 我覺得這個椅子真的很舒服 是不想動了 對 也不想拍片了 不行還是要拍 這邊呢 這邊要講什麼呢 這邊呢就是屋主夢想在足夥市擁有的一個小角落 可以好好的在這邊自己安靜的休息 逃離小朋友的地方 所以這邊呢我就放上了兩個單人椅跟一個茶几 這個立燈是在IKEA買的喔 我不知道是不是新品 但我之前好像沒有注意過它 我覺得我自己蠻喜歡它的是它有這個金屬的支架 跟這種球型的燈罩 我覺得還蠻簡單俐落的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還想看更多居家設計改造的內容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區留言 記得要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金碧小編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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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 BENEHA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